哈利王子本是英国王子 为了梅根 他一气之下离开了英国王室 成了一名普通人 从此以后 梅根过上了真正的富婆生活 哈利不得不为他的冲突买单 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为安德鲁王子的事情忧心之际 哈利王子 哈利王子为了夺回英国保镖 将英国政府告上了法庭 英国王室和英国政府关心密切 哈利王子把后者告上法庭 成为了首位和英国政府对着干的 英国王室成员 王室成员定会感到很尴尬 因此他又一次狠狠打了英国王室的脸 为了回英国 哈利王子费了很多心思 他用孩子的安全作为借口 想要英国政府 在他们回国时给他们配保镖 不过英国王室并没有出面帮忙 这让哈利王子非常难受 他为此批评女王偏心安德鲁王子 哈利王子的发言人 奥米德·斯考比称 他和安德鲁同为被剥夺军衔的人 后者却还有王室保镖护航 女王偏心得太厉害 如果不是因为缺钱 也许哈利王子不会批评王室成员 去年他们上奥布拉访谈时 就曾提到自己是因为没钱了 才接受这个采访 是被逼和英国王室作对 哈利夫妇现在这么做 也的确是因为缺钱了 据称美国媒体 InTouch杂志报道 哈利夫妇脱离英国王室后 他们每年要负担 1900万的安保费用 旅游的费用也占了大头 他们每次出门 避住五星级酒店 现在他们就要破产了 一位王室知情人称 梅根花钱不眨眼 她光是购买服装和珠宝 就花了6300万 哈利王子现在已经开始 用信用卡了 她的卡里面已经欠了300万 戴安娜王妃留给她的钱 也许已经被花了一大半 梅根一直追求好莱坞式生活 哈利王子以前是 一来伸手翻来张口的王子 他们两个人在理财方面不是行家 这也许就是他们屡次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 在购买一亿豪宅时 哈利夫妇当时从穷到揭不开锅 在奥普拉访谈上 他们泪眼婆娑 称查尔斯王子 没有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离开英国王室已经两年了 哈利夫妇的事业上没有任何成就 他们的慈善组织在2020年时 一分钱都没有目击到 还打了很多场官司 劳民又伤财 和英国星期日邮报的官司打赢了 结果只获得了一美元赔偿 现在又和英国政府打起了官司 没有想到 哈利夫妇现在又开始卖加州豪宅 但凡他们的腰包里还有闲钱 就不至于变卖房产 这一定是他们实在走投无路了 才想出的下下之策 做父亲的查尔斯王子 也许知道哈利陷入了困境 曾在过圣诞节前催他回家 想和他好好谈谈 谁知哈利一点都不领情 他还是想要夺回他的英国保镖 声称没有保镖护航 他回不了家 是梅根花光了哈利王子所有的钱 哈利没有责怪妻子 把怒火转身就撒在了王室成员身上 都被逼到要回老家了 哈利还嘴硬 他断了和王室成员的联系 以后一定会养不起梅根 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接下来是安德鲁被保镖打脸 61岁的他喜欢泰迪雄 和爱波斯坦前女友关系好 现年61岁的安德鲁王子 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女王最疼爱的孩子 即便是他的所作所为 早已遭到了民众的不满 但仍然被妈妈呵护着 不过就在他不得不前往美国 接受至少七个小时的盘问前 现年95岁的伊丽莎白二世 终于忍痛割爱了 剥夺了安德鲁的多项头衔和工作 将其从王室高级成员的名单中删除了 安德鲁王子因为卷入性侵丑闻 现在正被一大堆黑料缠身 没想到就连他的前任保镖 也跑出来说他的坏话了 英国王室才宣布安德鲁王子 被剥夺军衔的消息不久后 他成为了众人怒骂的对象 在一个新的王室纪录片中 他的前保镖保罗·佩奇 曝光了他的许多黑料 其中包括他平日里一些奇怪的嗜好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在英国ITV的王室纪录片 《马克思维尔·安德鲁王子的前保镖 和恋童辟者》的这部纪录片中 保罗向人们提到了 安德鲁的一项特殊喜好 珍藏玩具熊 泰迪熊也就是玩具熊 没有想到61岁的安德鲁王子 还喜欢毛绒玩具 他的家中就有60个这样的玩具 连他的白金汉宫的办公室里也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 60多岁的王子喜欢泰迪熊 有人还给我们看了他抽屉里的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是用来提醒我们 这些泰迪熊该如何摆放用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张卡片 如果有人破坏了这些泰迪熊的摆放顺序 他会朝人大喊大叫 为了60只泰迪熊对人大吼大叫 安德鲁王子的行为真让人大敌眼镜 之前还有消息称 他为了芒果朝人发火 看来他对人很不尊重 这60只泰迪熊 是安德鲁王子的前妻 莎拉·弗格森送给他的 安德鲁王子曾向人谈及过这件事情 当提及这件礼物来自前妻时 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戴回忆道 在2019年 我在白金汉宫的走廊上等他 我身边的椅子上 摆着一个非常大的泰迪熊 我见到他时 问了和他有关的事情 他笑着告诉我 这其实是他的前妻 莎拉·弗格森送给他的礼物 伊丽莎白认为 作为成人的安德鲁王子 会喜欢泰迪熊 是一件让他感到惊讶的事情 另外 保罗还提到了安德鲁和 安德鲁的为人 不过他的话也许人们不能全信 事实上 诸位保镖曾因诈骗罪入狱 不过 如果该保镖说的话是真的 那么他和侄子哈利王子也太像了 哈利王子 为了妻子梅根和英国王室杠上 还在采访中称自己承受着遗传痛苦 批评父亲切断了对他的资助 作为一名成人 他在人前抱怨这些 曾一度让人认为他心智很不成熟 除此之外 哈利王子还搬出了母亲戴安娜王妃的葬礼 责怪外界对他的母亲太过于关注 让他在葬礼上都不敢表露自己的伤心 给他带来了心理阴影 哈利王子乱假话 安德鲁王子为泰迪熊对人发火 都是心智不太成熟的表现 身为高贵的英国王子 他们竟然暴露了这些致命缺点 真的是让人又生气又想笑